巨废饭的干锅啤酒鸭 一定要试试 这道菜小微做了十年 从来没有失手过 无数朋友找我要菜谱 一试就成功 今天我们所需要的食材 有辣椰一只 葱姜蒜 青红椒和小米椒 首先我们把整只辣椰切成小块 装入盘中 把切好的辣椰块倒入锅里 加水没过鸭肉 放葱姜尿酒 盖上盖子 等大火烧开 一两分钟后即可捞出 然后逆干水分备用 等鸭肉在煮的时候 我们来把配菜改刀 葱切断 青红椒切滚刀块 姜切片 大蒜整颗对切 小米椒切腻备用 这时候水已经滚开一两分钟了 我们把鸭肉捞出 然后逆干水分 铁锅烧热之后 我们倒入辣鸭块炒干水分 再加入少量植物油 加入姜片和干辣椒 炸上之后加入一勺豆瓣酱 炒出红油色 接着我们加入一勺尿酒 一勺生抽 翻炒上色 然后我们倒入啤酒 刚好蘑菇鸭肉即可 盖盖大火烧开 转中小火慢炖30分钟 肉盐可见 肉质松软 汤汁收干即可 最后我们把准备好的葱段 青红辣椒段 大蒜瓣 还有小米椒加入锅中 翻炒片刻 断生即可出锅 哇 好香啊 一锅色泽鲜艳 味道醇厚 肥而不腻的干锅鸭 就做好了 绝对是下饭好菜 每次做干锅鸭 都能让老公多吃几碗米饭 按照这个方法 保证让你凝失误 想吃就赶紧试试吧 谢谢大家收看小微的视频 喜欢我的话 别忘记点赞和关注哦 下次见